6月1日,有网友在微博爆料,控诉主持人李丹,从富商里某处获利聚额财产,以某去世后,原配发现此事并尝试追回钱款,但李丹以自己与李某,是男女朋友关系为由,拒绝还款。 据爆料车,目前原配一起送至北京东城区宝券,法律利利案。 而两位爆料网友,一位是粉丝数290万的知名财经博主,另一位细微博认证为娱乐特化人,粉丝数12万的博主。 爆料中称,李丹逢光耀东方原董事长李贵宾处,获利至少1250万元,并发出了转账单等材料佐证。 李贵宾病病逝后,其妻子发现此事,虽将李丹举报这单位继位,但李丹在明知对方已婚的情况下,以男女朋友关系和李贵宾,是真爱为理由推脱搪塞,还表示收入是自己兼职所得,只不还款。 在爆料指出,李丹就职与品质内蒙媒体,兼职一般不被允许,还可能涉嫌为继,因此以兼职为理由解释这笔收入不合理。 爆料参职,李丹业务能力不足,在人被安排种种重要采访,会议和策划,百度百科资料资料图爆料图,据百度百科资料写示, 李丹为新华社环球频道主持人,资料图片也与爆料图片相符。